Hello,大家好,我是陈思雨 我们都知道非常欣慰的是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可是呢,在英国疫情才刚刚开始爆发 所以今天呢,我将会从家里出发 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英国的疫情状况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去往英国约克大学图书馆的路上 现在呢,基本上伦敦的大学呢,都已经改成了网络授课 并且呢,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呢 我在昨天也接到了通知 就是英国的大批学术会议已经取消 那么像我来说呢,我的专业是社会学 那么英国社会学协会呢 昨天也给我发来了会议取消的通知 凡是涉及到500人以上的大型聚会在英国呢 现在都已经被取消掉了 那么因为我的这个会议呢 它是一个600人的规模 所以说,再而然的就取消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状况来说呢 它即便是不取消 可能很多的留学生也不敢再去到 人数那么多的地方去参加会议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的对面呢 有一位中国男生,他也是戴着口罩 坚持去学校里面去上课 但是呢,其余的一些外国朋友呢 他们依然坚持不戴口罩 但是呢,就是英国的NHS卫生体系 现在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戴口罩或不戴口罩 是公民的资源行为 但是呢,非常非常强烈的建议 大家一定要勤洗手 这是学校里的一个小型的超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水呢,已经被同学们抢空了 那么左边呢,是水果 水果呢,也已经基本上卖空了 可以看到英国的这个物资供应方面 现在其实是不足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面包架上的这个物品呢 其实也是基本上被抢购空了的一个状况 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作为一名英国留学生呢 我们在外面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 出门呢,一定要配戴口罩并且勤洗手 这么做呢,也是希望国内的这个 牵肠挂肚的父母们呢 能够少操一些心 所以说,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在英国保护好自己 那么最重要的是呢 希望英国的这个疫情呢,早点过去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快点 恢复自己正常的学习生活